这一集我们要介绍光的反射 还有平面镜 这非常的重要 先来介绍什么叫反射定律 我们在讲声音的时候 就已经讲到声波的反射定律 跟光的反射定律一模一样 首先这两个不透光的戒指 光这样打过来之后会反射 这一条打进来的光我们叫做入射光 打出去的光线我们叫做反射光 也叫反射线 我们要画一个发线 这个发线会跟这个界面垂直 发线就是所谓的垂线 跟这个界面垂直 这里是90度 所以入射线跟发线之间有个夹角 我们叫做入射角 它写I 然后反射线跟发线之间 也有个夹角 我们叫I一撇I Brown 这两个角度是一样的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而且这边有个虚线 这是个平面 入射线跟反射线跟发线 它们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这是一度的空间 在同一个平面上 第一个 入射角会等于反射角 第二点 入射线跟反射线 是在发线的两侧 第三点 入射线跟反射线 还有发线均在同一个平面上 接下来我们介绍反射的种类 有两种 第一种叫单向反射 第二种叫慢射 这个单向反射的话 是个界面 是一个光滑的平面 慢射是一个粗糙的平面 光线打进来之后 好多条平行光 所以会有好多条发线 好多条的反射线 这个每一个 入射反射 都会遵守反射定律 这个很规则 再来是慢射 这个慢射 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最常见的 一样 好多条平行光打进来 这个叫入射光 也叫入射线 但是它打到的界面 是一个粗糙的平面 所以我们每一条要分开看 我们看这里 这边有发线 入射线等于反射线 发线 如果这一条的话 这个粗糙平面 这里有个发线 再来这一条 打进来之后 在这个平面上 这里有个发线 所以反射线这样过去 随便找 再找这一条 这是发线 反射线这样出去 这一条 入射线 这个界面 这边有个发线 所以入射线这样出去 所以虽然是粗糙平面 打出去的光 往四面八方跑 不像刚上吐这么的规则 但是 还是会遵守 反射定律 我们来看这一段 眼睛可以看到 眼前的物体 是因为有光线 从物体反射出来 除非那物体自己会发光 反射出来 物体的表面 如果越光滑 就越可以反射光线 好像我们古代的铜镜 我们现代的平面镜 经过它们的表面反射后 行径的方向 会非常的规则 这个叫单向反射 所以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镜前物体在镜中所成的像 那如果是凹凸不平的时候 反射的光线 向各个方向传播 这个叫做满射 这边老师讲一下 皮血的反射原理 这边有个皮血 好 这皮血 老师现在把这个皮血 给放大 它表面其实是凹凸不平的 举个例子 老师把它画得比较夸张一点 好 就这样子 它表面其实是凹凸不平的 你如果把它涂满了血油 你在这个皮血表面 如果涂血油之后 这个皮血会产生一个 非常漂亮的反射面 那我们现在画光镜 有一个光将打进来 好 经过反射定律 这样出去 如果有光线 这样打进来 经过反射定律 好 它这样出去 有光线这样打进来 反射定律 这样出去 这个就是满射 光线这样打进来 这样出去 光线这样打进来 好 这样出去 结果满射 平行光打进来之后 反射光会向四面八方传出去 所以我们看起来 这个鞋子会闪闪发亮 就这个原因 我们看这里 血油使凹凸的皮血表面 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反射面 于是光线向四面八方 漫射出去 所以看起来就闪闪发亮 可是如果皮血穿久了之后 空气中的灰尘 会把这个凹面把它填满 当灰尘把这些坑洞 把它填满了之后 那我们只有在特定的角度 才可以看到反射的光 所以会觉得鞋子 没有这么的光亮 日常生活中 可以看到各种物体 就是因为光的满射 是在特定的角度